您喜欢吃葱吗 最近荷包可能要大缩水了 受到先前下大雨的影响 青葱的产量大幅减少 导致市场的供不应求 价格也因此水涨船高 批发价从原本的每公斤20多元 最高点是飙到了每公斤280元 相差了十倍之多 青葱切成碎末 加入揉好的面团 捏成条状后 放入油锅炸到表面呈现金黄色 香气逼人的葱油条完成 但您有发现吗 老板在撒青葱时 好像有点含蓄 这个国家啊 以前呢 以前差不多 两百多 有时候会更多 更多就对了 现在只能铺少一点 不然不符合成本 不如以往大拔大拔的撒下青葱 全是因为真的好贵 受到前阵子雨季影响 暴雨过后 聪苗又被烈日曝晒 导致产量不如预期 市场频发价从原本每公斤 20到30元 7月攀升到每公斤40元 9月初更来到80元 没想到这两天新高点 每公斤居然要价280元 飙升十倍之多 半夜下雨 白天出太阳 所以导致青葱油腐烂的情况 技术上面来讲 我们没有办法克服气候变迁 青葱供需失衡 价格飙升 包含制作葱油饼的师傅 也一样 无法豪卖撒葱 另外像是抽抽锅 或是牛肉面店 第一时间也都只能自行 吸收价差 现在目前是过度使劲 那充的量我们可能 就是说要请客人 斟酌的去使用 原本拿来增添风味的配料 青葱 价格翻了好几倍 甚至比肉还要贵 餐厅业者都说只能先苦撑 期盼产量赶紧恢复正常 价格早日重回平稳 接待容貌中华报导